杭州酱鸭 酱鸭是浙北的一道地方风味家常菜 这道杭州酱鸭就是采用民间传统的方法制作而成的 制作这道菜所需的主料是肥鸭子一只 需要的调料有白糖10克 葱段5克 姜块5克 精盐50克 浅色酱油1500克 调料还需要火销0.25克 少酒15克 制造菜的制作方法是 把洗净的鸭子放入盆中 把盐和火销混合在一起 抹在鸭身上 要里里外外都抹匀 进行腌制 把鸭子放进去 在零度的气温中腌36个小时 然后把鸭子翻一个身再腌制36个小时 出盆以后沥干鸭子身上的卤水 再放入干净的盆中加入酱油 在零度的气温中把鸭子再浸泡48个小时 翻身再浸泡48个小时 把泡好酱油的鸭子放在滚的酱油中烫一下 将烫好的鸭子放在太阳底下晒一天 再通风处晾上两天 食用前把晾好的鸭子放上白糖 然后再加入绍酒葱和姜 这样再把鸭子上笼蒸制 最后取出蒸熟的鸭子 改刀装盘即可 做这道杭州降鸭的时候要注意 鸭子应当先腌后降 如果气温超过7度 那么相应的时间要缩短为12个小时 鸭子应当先腌下 杭州降鸭这道菜的特点是 肉色枣红 芳香油润 回味悠长 鸭子应当先腌下 鸭子应当先腌下 鸭子应当好